一起來 雙腳幫我踩穩 跟肩膀一樣寬 活到老 動到老 長輩們邁開大步 揮舞手臂 盡情揮灑汗水 享受運動帶來的身形通暢 松山區安平里結合健身單位 舉辦樂齡指導運動 在西松公園熱力奔放 大家可以出來這邊 還可以見個面 還可以聊聊天 第二個還可以動一動 很愉快 對身體都有很有幫助 里長一宣布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很開心 真的是勞定就勞腳 然後出兵就隔壁 大家就來了 那我覺得 能夠跟那些長輩一起運動 其實我可以看到說 人家那麼大的年紀都還想運動 我這個年輕人 更應該跟著他們的腳步 一起來運動 然後也跟著教練 還跟著老師 還有我們的里民 大家一起在這邊運動 真的是又健康又快樂 真的很幸福 好不容易從三級的警戒 降到二級 很多我們社區的長者 或者是熱領的一些年紀的 都在家裡悶壞了 剛好我們今年有台北市體育局 有這個經會來到我們這個社區 那我們社區雖然是叫做熱領 但是我是認為它是一個快樂的年齡 所以你需要運動才會健康 所以我們把防疫跟運動 把它歸納成一起 那我們這些熱領的好的社區 或鄰居 大家能夠到這個地方來 用運動來強生 那用運動來做防疫 熱領巡迴運動指導團 以行動教室概念 前進台北市12區巡迴 針對長輩指導健康 無負擔的運動 服務範圍正持續擴大 那主要就是希望台北市 跟所有的長輩 無時無刻在哪裡都可以 這個運動 同時降低一些 醫療資源的消耗嘛 因為你可以增加一些抵抗力 那我們平常運動呢 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熱身的 例如跨步踏步等等的 加上一些我們動態的移動 然後再來會進入我們 激勵訓練的課程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這個長輩們 他們都會有一些肌少症啊 或者是說心肺功能不足 等等很多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的目的主要是說 幫助我們的長輩 可以把我們的體力練起來 跟著教練的指導做動作 長輩們更清楚知道 在訓練哪些部位 活動全身的緊固 為引發生活注入滿滿能量 提升自我健康免疫力 也讓社區鄰居們互相陪伴 獲得共進目標感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我們同手同腳 挖狂 愛我